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布莱恩·兰扎宣布 把新政府将专注于在乌克兰实现和平 而不是帮助该国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领统 英国广播公司称 自2016年以来一直担任特朗普顾问 和共和党策略师的兰扎表示 即将上任特朗普政府计划要求泽连斯基详细说明 他自己的现实的和平愿景 兰扎说 如果泽连斯基总统走到谈判桌前说 好吧 只有拥有克里米亚 我们才能实现和平 他向我们表明他并不认真 当泽连斯基说 我们只会停止这场战斗 只有克里米亚归还才会有和平时 我们向泽连斯基总统传来消息 克里米亚已经消失了 如果这是你夺回克里米亚的首要任务 并让美国士兵为夺回克里米亚而战 那么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并称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是不现实的 不是美国的目标 注意 乌克兰从未要求美国派遣军队 与俄罗斯搅战 只是为了军事援助和支持 特朗普顾问这些话是说给美国人挺的 好像特朗普无论怎样与俄罗斯达成交易 都是为了避免美国人为乌克兰死亡确实高瓦 但任何绕弯子的话都有漏洞 此番言论与欧尔班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引发世界大战 同样的虚构 蓝扎说我们要对乌韩说的是 你知道你看到什么吗 你认为什么是现实的和平愿景 这不是一个胜利的愿景 而是一个和平的愿景 让我们开始进行诚实的对话 蓝扎批评俄罗斯全面入侵乌韩以来 拜登政府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支持 他说实地的现实是 欧洲和拜登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乌克兰 赢得这场战争的能力和武器 他们也没有解除对乌克兰获胜的限制 如果只听说的话 别看是谁说的 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官员说的 稍微有点婉转 最后不忘把以后做的事 将责任甩过拜登和欧洲 如果当初拜登和欧洲给乌克兰更多的援助 他会另一个说法 事实上阻止援武法案通过的人就是他们 常识和公理被谬论和交易取代 特朗普的顾问应该说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不是违反国际法 这个问题好像特朗普拒绝过回答 特朗普过渡团队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的顾问蓝扎 说乌克兰应该提出现实的和平愿景 而不是生成归还克里米亚 并没有代表他发言 该团队没有这方面的声明 过渡团队目前正在审查工作人员 并制定特朗普可以在第二个任期内 采取的政策 蓝扎是竞选团队的承包商 他不为特朗普工作 也不为他说话 套路明显了 先要人放出消息 试探欧洲及乌克兰及世界舆论 看能不能被接受 如果遭到强烈反对 就换个人否认说法 这一招在民间也很实用 从未看到特朗普团队说 让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说法 这就是真实的倾向 乌克兰外长西比加在基辅 与欧盟首席外交官伯雷利 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 特朗普和特朗普之间的最近通话表明 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对话 电话交谈的迅速性证明了 国家元首之间已经存在的直接对话 当然 已经讨论了未来领导人层面 可能的接触 各方同意 团队将开始实际的准备工作 来组织一次会议 西比加回顾说 在9月访问美国期间 泽连斯基会见了特朗普 并提出了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的愿景 这种理念既通过实力实践和平 也反映在泽连斯基总统 对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的祝贺中 他补充说 我们期待着真诚的对话 期待领导层的这种接触 相信我们都为了实现公正的和平 和停止俄罗斯的侵略 这一目标而团结在一起 迪比加强调 不要取代概念的极端重要性 应该讨论公正的和平 而不是绥靖政策 忍辱负重 实属无奈 俄罗斯入侵期间 又遇上了特朗普当选 乌克兰运气很差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计划将乌克兰巴送用于爱国者 和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 这些导弹应该足以持续到今年年底 目前 允许五角大楼从其库存中 向乌克兰转移武器和弹药的 超过70亿美元资金 仍未使用 用于基辅长期设备合同的超过20亿美元资金 也未使用 拜登的目标是在1月之前的 向基辅提供尽可能多的军事援助 以加强乌克兰的谈判地位 并增强其防御能力 乌亚道楼官员透露 在选举之前 政府计划在4月之前 向乌克兰提供剩余的援助 大选结果公布后 这一时间表变得更加紧迫 为了应对俄罗斯增加的袭击 乌甲道楼正准备向乌克兰派遣500多枚 爱国者和国家先进导弹防御系统的弹药 据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 这些物资预计将在未来的几周内运抵乌克兰 除此之外 五角道楼证实 拜登将派遣承包商 协助乌克兰维修和维护F15战机和其他系统 承包商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抵达 并将复杂在远离战区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8月 拜登曾拒绝了这一行动 但从那时起 对于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熟练工人 而出现故障的系统数量有所增加 五角道楼确保这些武器系统保持任务能力 对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至关重要 最终改变决定 另一名高级官员表示 计划增加武器转让 对美国军事储备 特别是防空系统的影响是一个问题 这位官员透露 为了防止特朗普断掉原屋 美国正在考虑从其他国家购买武器 以将其转移到乌克兰等选项 乌克兰正在推动增加射程 超过300公里的陆军占助导弹 这将使他们能够在俄罗斯前线的后方 很远的地方发动袭击 五角道楼一直不愿意提供额外的 远程陆军占助导弹 理由是俄罗斯已将飞机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 转移到其射程之外 此外 拜登政府一直坚持不允许乌克兰军队 使用这些导弹 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的立场 外界分析不排除拜登离开白宫前 放开武器使用限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部更新战报 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 俄军共损失大约了70万08,890人 过去24小时 俄军损失1350名军事员 11辆坦克 29辆装甲车 31门火炮 44架无人机 122辆军车 在过去的一天里 前线共发生了158次战斗 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 仍然是俄军进攻的主线 波克罗夫斯克前线 发生了39次的冲突 武军在库拉霍夫前线 阻挡了俄军的40次的尝试突破 其他方向也都有战斗 整条接触线没有变化 俄罗斯军队近期没有取得推进 关于库拉霍夫斯克的战斗 武汉军队以防御为主 并寻找机会向俄军阵地尝试进攻 最新的态势图看 俄罗斯军队在过去一个月时间里 没有推进 乌军在西北方向有一个突出步 比此前延长 与此同时 俄罗斯军队在该方向也有渗透 这可能就是普京此前说的 乌军被包围了 但这种态势也可能说成 俄军被包围 据报道 朝鲜军队已经在库尔斯克参战 目前还没有消息明确在哪个方向 态势图没有变化 这就说明朝鲜军队的加入 并没有在库尔斯克任何方向退步军 朝鲜的瘦身部队没有实战经验 短期内不会给俄罗斯军队创造红利 乌克兰已经被失去特朗普政府援助做准备了 斯林斯基透露 乌克兰今年已经生产出了100枚导弹 并计划扩大生产线 并正在开发更远射程的导弹 斯林斯基在最近的视频讲话中说 今年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内力有我们的乌克兰大炮 我们的弹药和枪支 有无人机和各种类型的武器 在战场上保卫战地和摧毁占领者 而且还对俄罗斯的打击越来越深 我们将继续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要感谢所有参与我们制造工作的人 他们组织了相关流程 我们将继续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 斯林斯基还表示 自独立以来 乌克兰现在首次拥有合作伙伴投资的系统模式 有800多家公司正在努力 为我们的国防和安全部队制造武器 丹麦尤其如此 我们还与法国达成一致 还与其他的合作伙伴 就武器制造本地化 达成了初步协议 这将始终使我们变得更强大 布兰总统托斯克强调 预计很快就会就乌克兰停火 停火将生效的连接 以及基辅的安全保证发表重要声明 特朗普的乌克兰计划目前正在准备中 该计划已被媒体部分披露 布兰克认为这些决定肯定会涉及美国 对乌克兰事务的干预减少 他强调 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决定 既不能在乌克兰人的头上做出 也不能在我们波兰头上做出 在竞选期间 特朗普承诺 如果当选总统 将在短短24小时内 结束乌克兰战争 但没有表明 他打算如何兑现这一承诺 欧洲媒体审视了下一任美国总统达成和平协议的选择 以及他可能产生的后果 政治学家伊利亚 库萨在乌克兰媒体上写道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支持控制升级和将战争本地化的逻辑 减少对外援助的趋势也是如此 特朗普为此说了很多话 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也是如此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这种逻辑将以更古怪和激进的方式被追求 在哈里斯的领导下 情况将是同样的 只是更加渐进和复杂 但美国人不可能越过红线 因为他们并不疯狂 他们非常清楚 怎么对他们有利可图 乌克兰政治学家贝森科解释了 为什么特朗普会发现很难兑现承诺 俄罗斯将在任何可能的和平谈判中 采取非常强硬和激进的立场 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要求和平 乌克兰不得不做出重大的单方面让步 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但这也不适合特朗普实际做的 尽管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被反对者解释为软弱 这将在各种国际环境中 对美国产生极其负面的后果 特朗普自大不喜欢被别人称其为失败者 他不太可能同意一个会让看起来 这样个弱者的失败者的和平 法国媒体认为 现在是欧洲摆脱外部依赖的时候了 特朗普重申 如果他的北约盟友受到攻击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任何的其他国家 他都不会帮助盟友 只有当这些国家在国防上投入更多资金 达到他设定的水平 这很适合他的计划 因为美国有武器可以出售了 对欧洲来说 未来四年将充满困难 本因数不胜数 但也将为欧洲提供机会 现在是欧盟将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了 不要再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是在白宫的主人 还是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特朗普领导美国 欧洲将不得不学会 在军事上自力更生 欧洲领导人可能会发现 自己处于未知的水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必须制定一个完全独立的安全政策 当然 特朗普可能会因为担心 这会给他的总统任期带来耻辱 不愿与乌克兰断绝关系 但是欧洲领导人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无论发生什么 欧洲和平红利都已经结束了 国防开支必须增加 欧洲的军事一体化必须加快 依赖美国这个盟友存在较大风险